為使者莫安,為生者奮戰 他某某一拚了 扁桿不回藍呢,暫塌回血 他不去,他死了 然而是可以,不過他死了 他死了 哈哈 就打了一個雕像 這要死了 他死了 他掉了 極限他 不到防禦這波位置 這波瑞文是有火的 先不跟他打 關線 痛在塔前 老師會有一種A不出來的感覺 不留次 他好像回到基礎攻速已經 很慢很慢 前面不鎖珍過了 難忘了 這都差點打不過的 這都差點打不過的 A不出來 似乘被動像一級剛出來的攻速 沒關系 沒關系 卡就卡著打 卡著打 無所謂的 反正大家伙習慣就好 可是我們在排 排除問題 你們知道嗎 就好像生病了 要去看病 你去看病吧 能醫生 大幅不可能一眼 就能看出你的病是什麼 通常呢都是通過排除法驗血 排除你的這個什麼什麼東西 什麼怎麼樣 然後再確定你的這個病症 我們現在也是在用排除法的方式 不敢 開移動預測不鎖珍就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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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嚴格 正在左方前面不開移動預測 玩得一會兒 玩得巨難充 然後就決定還是把移動預測開 就是先打好眼前 再說 男瞬移好快乐 所以你刚才画面卡可能是吊针的原因 那吊针要找谁来去呢 这人好会跑 不是我想开啊 是不开玩不了 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要交闪 会交闪会死 盘太多下了 盘了事情 这瑞文一开始W一直不交 捏到最后才交 搞得我只能交闪 不交闪的话就会死 那W 有这个瑞文W捏的很死 嗯 完毕了 现在刀妹啊 我跟你们说啊 出肉啊 出肉 出不出来 我打掉他一个点火 你还不错 这里生死一几 假装走 其实不走 继续淘汰一波 他绝对在炒你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千在炒你 啊 不在 那走呗 唉 现在刀妹是出肉 不如征服者的一根 对 看打哪些英雄 那种能让你一直追着砍的 那你可以带致命节奏 波比 还行吧 还叫啥 他主要是 他那个 加强了那个伤害 加强了葛珍下面那个固守的伤害 他不敢跟我打 他只有一个了 波比来人走吧 便宜嘛 东西便宜 便宜最好 我跟你们说 便宜的东西是最好的 最好最快的出来 然后最快的打节奏 最快的利用那个装备 去打出线上的优势 你们说是不是 我甚至有个想法 我们出了破败之后 都可以直接做肉 智慧默认可以第三件做 也是可以 直接做这个装备都没错 这个装备 目前看来还不错 因为他降价了 他少了两百块钱 出界攻我不如出个血手啊 春哥啊 什么龙错更高 对不对 他给予的伤害他不多呀 不动了 直接抓到就打死了 该有的伤害我们还是有的 一中就能打死 虽然我们很肥啊 但我们因为出的比较肉 那我们就可以 打不动 不掉血 看到没有 我大招这个还减速他呢 在我周围的人会被减速 还是顶漏装啊 再出件漏装 什么漏装都行 我跟你们说 有件装备很好用啊 如果我们刀妹 是带的这个 就是没有带七零神仙 没蓝的情况下 前期出完破败之后 是可以出这个的 冰窗原盾绝对的性价比之王 这个装备是性价比之王 这个装备太牛了 少了五十块 装备的素质还上升 装备的素质还上升 就这个 这个叫什么 冰窗原盾 这是性价比之王 所有漏装里面他是最屌 但是他合成的路线 有局限性 为什么呢 他只能合冰心 这是不是他的局限性 他只能合冰心啊 那这样我的合成路径就会很湿滑 哪怕我的钱不够 我买小的 我也能完美的利用我的晶体 去顶出我的肉装 你们知道吗 就之前的合成路线是 锁子甲跟这个 那这个锁子甲跟这个做完出来 还有一千多块就砸在手里 买不了 几百块钱砸在手里 就应该是 你在这边 我会像一个人 在这边 我看见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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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你会去 你会找到 射程 你会想要 你会找到 你会找到 快点 一波子 整挺好